今天是10月16号 晚上八点半多钟的多伦多 今天老农年轻的 old farmer the ananime 就预报 所以今天是 the full hunter the super moon 就是每年就不同的满月 现在十月份这个满月呢 就是满月 super满月 然后是狩猎的满月 然后呢苏格兰呢有谚语 就说clear moon frost soon 就是说今天就说有满月 然后呢 清凉的满月 然后呢马上就会有这个霜冻了 那么今天往上到明天多伦多 斯卡堡地区的预报呢 最低温度是零度了 所以呢也是要马上霜冻了 我呢一些植物呢都用一些布给盖起来了 那么一些室内的植物 能放到车库里面就放到车库里面去了 因为呢后面的天气预报又开始暖和了 然后太阳又很好 所以呢他们还可以读过了今天晚上到明天 那么后面几天的一个星期呢 继续享受可以在外面享受 比较好的太阳和这个温度 那么明天早上呢再看一看四目一待 到底他们会怎么样 那今天早上起来呢今天是第二天早晨了 10月17号 早晨起来开车看到这个车的玻璃窗上 确实是结了冰了 那就是气温是零度以下 但是真正的温度呢可能是一度到两度 所以还没有真正到霜冻 你看我这一块地方是我的一些室内的植物 芦荟 芦荟 生姜和我的谢甲兰 都在里面 我们因为昨天爆的就是开始爆的是 最低就是零度了就是凌晨 所以呢我不单的是用这个麻布盖了一层 麻布顶上呢又盖了一层我的一个旧床单 这样呢就是让这个形成了整个一个的一个包起来了 我刚刚才呢给大家因为要看这个拍的录像 所以呢给它揭开了 现在看的是里面状态还是很好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现在是九点来钟 也就是五度六度 但是下午呢会升温到15度到16度 然后呢太阳很好 一直到呢目前来看 一直到周末星期天 温度都是最高温度18-9度 然后呢太阳也很好 所以这也是我的原因 为什么不搬回不搬回家 还是放在外面保护一下 现在看来呢经过今年这个实验 我们在一度到两度呢这么保护 即使是实力植物也没问题呢 更不用说 这些 impatient 不但是没有问题 而且呢继续在轰轰烈烈的开 那么我在前院的呢一些实力植物 和一些不耐寒的一年生的植物 我都放在车库里面去了 那么现在呢温度开始起来了 准备马上给它都搬出来 然后呢这些呢都保护了都给它先给它先开 然后呢今天晚上 到明天凌晨可能温度又是两度三度 再保护一下 那这样就没问题 继续可以在外面呆很长时间了 这样呢整个这一块呢都掀开了 不管从森浆 炉灰 一直到这个 谢甲兰 那么还有这些 impatient 都表现很不错 保护的没有问题的